大家好,我是阿狗老师 这期我们测评的是盆栽土豆 看看盆栽土豆种植的效果怎么样 产量高不高 最早上里面放了几个土豆? 一个,就一个土豆 土豆是我们去年种番茄之后用完的土豆 对,重新种了这个 我8号,土豆我还没吃过 哇,还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挺大的 还有吧 这么多 还行 你放这多少没有 应该是早就熟 这新鲜土豆很好吃的 不想要这么高 删了好几倍了 还有吗 还有 还有啊 这边还没挖呢 哇 哇 其他还有 这几个分子 老的 小土豆 嗯 这个 这个 你看里面还有一块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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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啊 这晒一晒再加点肥 我们再种了多什么胡萝卜 萝卜呀,青菜什么的 所以这土买过来之后也是一劳永逸啊 对 要不要冲下这个多重啊 你那身撑不了吧 哦,那身太小了 这里一两斤 两斤 两斤差不多 有的有的有的 新鲜的小土豆 啊,就怎么种呢 跟大家说一下 这算长牙了嘛 五十万了 这应该没事吧 那个啊,怎么种呢 嗯,怎么种就是 我,我们上次是 就这么大一个土豆嘛 啊 给他埋到土 这个 还怎么说啊 啊,就埋到土豆里面 就埋到土豆 这个比较省 有,有失肥吗 呃,失肥有啊 我们店里面那个什么 反,反,反失肥 嗯,懒人肥 懒人肥嘛 啊,失了一些 嗓了一些 嗯,效果还不错 啊,一颗土豆 中了那么多厨了 这个菜脑买的土豆就可以种了 啊,可以 就可以种了 可以,你有时候土豆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吃 放的时间长了 忘记吃了,长牙了 就不能吃了嘛 变绿了 然后你可以把它做在土里面 做土里面 过了几个月之后 然后就做了这么一堆土豆 他们就这么干的吗 做了几个月 三月,三月吧 三月 四月份 四月份 两个多月 一堆土豆 四月多 两个多月 好 姐姐,你带刀了没有 拜拜 拜拜 有点发生视频了 拜拜